妈妈每天早上吃完早饭 就要来到画室画画 她一直要画到太阳落山 而我则在旁边给妈妈当助手 干些琐碎的活 爸爸妈妈都是学美术的 爸爸在世的时候 也是每天都在画画 而那时候 妈妈几乎放弃了自己的绘画事业 因为妈妈说 家里不能有两个人同时画画 为了让爸爸安心的画画 妈妈承担下了家里所有的家务 和家里所有琐碎的事情 爸爸走后 妈妈又重新拿起了画笔 妈妈说 我现在才理解 当年你爸爸 为什么不愿意出去玩 甚至叫他出去吃一顿饭 他都不愿意 你爸爸 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绘画世界里 一分一秒 都不愿意浪费 而我现在 就好像是你爸爸附体 我也不愿意浪费 一分一秒的时间 妈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我拥有一片天堂 他说 人如果能够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 就相当于自己拥有了一片天堂 这时候 你根本不用在意外面的世界 而可以尽情的在自己的海洋中畅阳 忙了一天 我们俩是又累又饿 赶快找个地方 去补充一下能量 有人问我 你究竟是哪里好 这么多年 我还忘不了 春风再美 也比不上你的笑 没见过你的人 不会明了 是为你了心跳也好 是城市的因缘也好 但那这一切已不再重要 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 是命运的安排也好 是你尊心的作弄也好 但那这一切已不再重要 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了 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 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 现在说再见 会不会抬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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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